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我每天早盘视频讲的分析 总有朋友说跟不上 不能及时同步行情 考虑到这一点 这里我就创建了一个 黄金策略分享群 我和社区的其他老师 平时会根据具体行情的变动 每天及时把优质的 高涉体策略发到群里 同时群里也会有直播 具体内容可以看这里 想进行朋友 可以用微信扫一下 右边的二维码进群 或者观众公众号 阿萨社区留言黄金情进群 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我们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一 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 那那个数据方面 今天下午的话呢 或者今天的数据呢 主要还是在货币方面了 像什么法国德国欧元器英国 这些的话呢 是他们的国业偏埋制造业偏埋 晚上的话呢 就9点45的美国9月标普 全球制造业偏埋 这个呢都是三颗星 所以的话呢 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看一下行情方面 行情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黄金了 它其实在一直往上涨 一直往上涨的话呢 其实可以回想一下 上礼拜星期五的这个节奏 上周五的时候呢 其实跟大家说这个黄金呢 可以往多的方面去布局嘛 对不对 如果有印象的朋友呢 应该记得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上周五的时候呢 行情最高 涨到了2625 其实涨到2625的话呢 就是它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2600点 这个位置 然后呢 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撑效果 其实拉伸 所以那个2600突破之后呢 行情就多头 或者说这个大方向呢 应该问题不大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没有出现什么 重大变化之前呢 那么只要不跌破2600 行情可以持续看涨 比较涨到2650 或者说2700 或者更高的位置 对不对 当然呢 这些机会 或者说这些信号呢 我们都会在 黄金群里面 投资大家 那如果说 想加入黄金群的朋友 可以扫一下 屏幕当中的码 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 回复黄金群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 来聊聊今天行情 其实行情这一块的话呢 相对来说 比较确定的 就是该突破的突破了 没有突破的话呢 就是进入调整状态 什么叫该突破的突破了呢 因为那个 在上礼拜的时候啊 最主要的事情就是 星期三晚上的 美联储利益决议 那美联储利益决议 形成的高点 就是上涨的阻力与支撑 那比如说黄金 突破了高点2600 那持续上涨 那么像欧元的话呢 它没有突破2600 所以怎么样呢 它就呈现出了一个调整 或者说下跌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 行情在上方的走势当中呢 最高是在1.119 1188 1.1188那位置嘛 然后最低是1.1067 那这个呢 是欧元的走势 这是欧元的四小时图 那欧元四小时图当中呢 其实很明显 那美联储利益决的高点在这里 高点在这里 然后低点呢 在下方的位置 对不对 形成比较明显的区间 OK 明显区间形成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上方呢 多次形成明显的高点 那比如说 1234 上方出现了四根长上影线 对吧 然后下方的话 当然有长下影线 比如说12 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如果说 假如啊 我们把这个上影线 下影线都去掉 那么这行情的话呢 属于高位的一种徘徊 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大涨之后的高位的齐形成力 大家的齐形呢 它已经突破不了左色高点 对不对 行情不突破左色高点 那不是就是下跌概率比较大吗 按照目前节奏来说的话呢 欧元呢 其实它主要是说 从下方涨上去之后啊 一直突破不了前方高位 形成了一个 寒盘调整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高位不破 回踩概率就增大嘛 那比如说 你像一小时图团中 在一小时图团中的话呢 那么长上影线跟长下影线呢 它就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 三角形的一个走势 上方有压力线 下方有支撑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三角形的话呢 因为它的节奏啊 也没什么它的变动 所以呢 我们可以尽量呢 在压力位附近做空 底位附近呢 看可不做多 那压力位附近做空的话呢 11.118那个位置 那比如说反弹到11.118的话呢 就可以去做一个高空的机会 如果跌下来的话呢 遇到支撑 再去做底位的机会嘛 所以这个行情的话呢 它其实形成的 就是一个偏震荡啊 当然这个欧元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去做 那应该就是在这范围之内 高空低多 这样的布局嘛 这样的一个布局 高空低多的布局 对吧 这个是属于震荡范围之内的啊 那如果说你不想做 这个震荡范围 对吧 我就不想做震荡范围 我就不想做这种横盘 对不对 那也有选择 哪个选择呢 那就突破嘛 比如突破1.11900 它如果能突破1.1900 那就是把那个飞龙的高点破位了 就可以呢 顺势看涨 其他方面的话呢 就不太建议啊 所以欧元这一块的话呢 就两个选项 如果你想做 就高空低多 去做震荡 如果你不想做的话呢 你就等机会破位 突破前高1.119 那就可以了 这是欧元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那看一下每日 每日怎么样呢 先看一下日线级别 日线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近期走势当中呢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持续上涨 123456 也就是说 差不多上个礼拜呢 星期一开始涨 星期一开始上涨 涨了一个星期 往上反弹了 它往上反弹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在四小时图当中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行情 它反弹之后呢 在四小时图当中怎么样 上方的话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压力线 下方的话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撑线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我们一般说 这个行情这种东西嘛 要么就是走趋势 要么就是走结构 对吧 上涨结构 也是趋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每日在这个结构当中 怎么样呢 这是 每日 USD GPY 四小时 在日元的四小时当中 有没有形成一个结构呢 其实有的 123 456 这是7 对吧 其他的话呢 下方这个趋势线 非常明显 上方的话呢 压力线也是比较清晰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当中呢 既然是在上方压力线 你就要考虑 是不是跟前面这里一样 遇到压力 形成大阴线下跌 像这个位置一样 是不是遇到压力 大阴线下跌 那么这个大阴线下跌的话呢 你就要注意中间这个节点 如果中间的支撑 也是相当于颈线嘛 颈线破了 顺势回落 然后颈线破了 顺势回落 那目前这个 每日的颈线呢 大概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个阴包阳嘛 阴线反包回落 失败 下跌失败 所以说这个低点的话呢 就有那种阴包阳的一个效果 这个位置呢 就有几线的效果 那破位的话呢 就可以顺势看空 所以每日的话呢 在目前这个节奏当中 比如说你放大到三分图 三十分图当中呢 就这个位置 你可以画掉水平线 画一条水平线 大概是143.46 143.4 你凑个整数 143.4 所以说在目前的走势当中的话呢 143.400 你作为支撑去看待 如果形成破位 那就往空的方面去布局 在没有跌破143.4之前呢 可以保持看涨 因为通道这种东西呢 它可以往上突破啊 通道了 那就一定要在上方跌下来嘛 它也不一定的 但是不管是涨还是跌 它都有一个关键点 所以目前的关键点呢 就是143.4 这位置 如果跌破了 那就可以往空的方面去布局 那我们可以 那个重点聊一下黄金 重点聊一下黄金 黄金怎么样呢 首先可以看日线级别 日线图当中呢 这个东西真的挺厉害的 我们当时不是给他画了一个 画了一个走势吗 说这个日线图呢 它其实其实日线级别当中 它其实的话呢 有这种上涨节奏 反正类似于一个通道上涨嘛 那我们回过来看一下 确实 昨天 就上半星期五 刚好就摸到了 这个通道的上延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到 你说这个黄金是涨时跌呢 这都不用怀疑 对不对 黄金是上涨趋势 还是下跌趋势 还是要干嘛呢 很明显 一眼看过去 就在上涨 日线级别 上周五上涨 四小时图当中 持续拉伸 一小时级别当中呢 不也是处于这种上涨节奏吗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尽量去做多 尽量去做多 只要回调 就要去做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走势当中 下方呢 你可以画条支撑线 对不对 那基本上呢 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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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连 那就就是上涨趋势线了 上涨趋势线 非常的清晰 所以呢 只要不跌破 下方的支撑之前呢 你就大胆的去布局多单 如果说你要更加谨慎一点 就是只要不突破 只要不跌破 左侧高点的支撑之前呢 就尽量的去做多单 左侧的高点呢 是在2600这个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 2600不跌破 看涨 2615不跌破 也是看涨 所以整体的节奏呢 问题也不大 对不对 那目前的话呢 其实就有一个点 就是说 这行情一直上涨嘛 到底是涨到哪个位置 才会停下来 它能涨到哪个位置 目标是涨到什么位置 对不对 那我们的话呢 也不用太复杂 我们就用波浪去画嘛 波浪去测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用波浪去测的过程当中呢 那么就是以这一段的空间 画飞波去测 未来的上涨空间 是多少 OK 那我们就以这个位置画一下啊 上方高点到下方低点 那么刚好这个位置呢 是回踩了飞波6.8 回踩飞波6.8呢 没有跌破6.8的这个支撑 2617没有破 回踩没破继续上涨 所以它继续上涨的目标呢 有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位置呢 第一个的话呢 是在2639 第二个目标的话呢 是在2634 也差不多吧 如果说你放低一点也行 放低一点的话呢 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在目前走势当中 黄金的话呢 如果说要看涨 大概涨到3140这个附近 所以黄金的话呢 在目前走势当中 这个节奏也很明显了 17附近是支撑 17不破 涨至3139 这两点位附近 所以整体型态啊 或者节奏啊 都很清晰 它这个步骤去布局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呢 大家注意这个信号啊 那么黄金呢 它目前是看涨嘛 到底什么点位 具体什么点位去做 甚至是怎么设置 我在直播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详细讲解 那么大家呢 也可以扫下 屏幕当中爱码 观众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回复黄金群 进群之后呢 可以预约我们的直播 进群之后呢 可以随时跟我交流 把握市场的机会 这是黄金 最后呢 来看一下原油 其实原油的话呢 它的大方向没啥问题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原油呢 在这个走势当中呢 也是在往上反弹嘛 就是说它也是在往上拉伸 对不对 那拉伸的话呢 其他目标肯定找到 不应该上轨 它是从下轨 反弹上来的 那目前的话呢 目标找到上轨附近嘛 那这个是方向 那我们再看一下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当中呢 这个也比较清晰 怎么清晰呢 在四小时图当中 上涨 回踩不离带中轨 反弹 回踩中轨 反弹 回踩中轨 反弹 回踩中轨 但是现在呢 不也是反弹嘛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到 四小时图当中 原油的走势就是 每次回踩中轨之后 反弹回踩中轨 回踩中轨 反弹 这样的一个节奏嘛 对吧 所以呢 不离带中轨这个位置呢 是不能破 或者说呢 前面这个低点呢 它是不能破的 前面的低点在哪里呢 大致就是在71.3这个位置 所以呢 只要71.3没有破 整体的这种上涨节奏 是不会变 上涨回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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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节奏不变 所以目前的行期呢 71.3 这位置是最关键的 那如果说你切换到这种小图 就小分钟 就比如三分钟图啊 15分钟图啊 5分钟图啊 这种节奏当中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 节奏呢 也是呈现这种反弹的节奏嘛 对不对 那你像71.3 这个位置延伸过来 你可以看到这位置延伸过来的话呢 其实也是前期回踩低点嘛 对不对 因此呢 这个区域呢 就组成一个非常明显的 箱体震荡区域 类似于箱体震荡区域 所以原因呢 在目前走势当中 你就关注这个区间嘛 下方那个71.3的支撑 上方大概72.5的压力嘛 所以说在这范围之内的话呢 你就可以高空低多去布局 但尽量去做多 因为它的趋势是破位上涨的意思 明白吗 OK 那跟大家聊得也差不多了 反正行情这一块的话呢 刚才说的 欧元呢 有可能偏震荡 高空一点 然后原油呢 属于破位上涨 黄金的话呢 属于单边上涨 那么这个美日的话呢 看它能不能形成一个 方向的抉择 四个产品都有机会 都是挺不错的 如果说你要把握的话呢 那就尽量加入我的黄金群 就像是这样的一块银行人 那边就像是这样的一块银行人